我們六篇是想由東亞市 中國的部分,然後香港的部分 所以前面是關於中國 今天的第一篇是 深安孝夫的思路由木文宇堂帝國 它是日本港談社世界史的其中一本 這個系列也很好 他們是想計劃說整個世界的歷史 但不是以國家為單位 因為國家只是在這一刻的國界是這樣的 但歷史的發展並不是這樣的 在歷史上的國界並不是這樣的 然後歷史的發展中 他們很多時候是整個區域互相影響 所以以國界去組織 有時候未必那麼適合 這個系列就是用一些主題、區域去連結 例如這一本雖然是講中國 但其實它是從東亞當時的各個民族去講的 你見到它的名字下面寫著 從中央歐亞出發 騎馬由木民眼中的托拔國家 為什麼有托拔這兩個字呢 就是因為唐朝之前是南北朝 尤其是北朝也是一些有牧民族 然後他們對於徐唐的影響很大 因為徐和唐都是北朝的一些軍官 然後勢力慢慢增長之後就執政了 所以其實 徐唐其實都不是很漢人的朝代 其實如果你看到平時的歷史那種說法 其實就很崩潰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漢唐盛世 然後其實你講中國歷史 就算你講什麼民族融和 其實講來講去我們都是大漢族主義的 即是你講中文的人 就自認是漢族 就認識也是這個 然後你的歷史上的盛世就是漢唐 但是其實你去看這些歷史的話 他就告訴你其實唐也不是漢人主導 即是他的文化上 統治方式、軍事等等等等 其實都是周邊有牧民族影響很大 所以就變了這個其實跟一般的史觀 即是一般在中文世界看到的史觀就很不一樣了 但是其實你看回很多外國的研究 其實都會是強調整個區域的發展 只不過有時候 即是你想想 中文的學術其實是要去到二十世紀 才開始吸收歐美的研究方法 日本其實就早過中國了 所以其實日本的學術 是很多方面先進過中國的 在歷史研究方面也是 其實其實你做歷史 你很多時候的語言能力是很重要的 即是你要看不同區域的一些檔案 文獻、文物等 但是很多時候做中國史的人 他如果不懂周邊的語言 譬如你做青史 你不懂滿文其實是荒謬的 即是你很難 即是如果那些檔案沒有翻譯的話 你只看中文的話 你只看到他那個帝國的一小部分 於是你就會得到一個結論 清朝就是其實很漢化 瑜伽等等 但是其實你看到中文的文獻 那清廷那些是說給漢人聽的 他當然是用你的方式去說 但是是不是就表示他的帝國真的漢化呢 你要看其他語言那些 那他應該是以滿文為準 因為他是滿洲人 如果你不看滿文的檔案的話 其實你就只得到很片面的資料 這個和帝國的研究也是一樣 如果你只看漢字的文獻 那就只是一個方面 其他方面你就需要懂得其他附近周邊的地區的語言和歷史演變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會得到一個很片面的印象 好 這裡是第一章 其實它是一個背景 這一章就叫做《思路與世界史》 它就去正確說為什麼用思路這個概念 你看到它說世界史 它也是想從一個宏觀的角度 去討論東亞的發展 在唐朝的時間 它第一部分就說由中央歐亞的視覺出發 因為它這裡其實就認為 中央歐亞這個草原和遊牧的地區 其實就在文化交流上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譬如你看一下它這裡有五十六頁有一幅地圖 它就認為有幾個古文明 然後中間就是所謂中央歐亞 那個草原是相對比較容易去來往的 因為其他很多區域的交通就很難 在古代來說 但是如果中央歐亞是草原的話 那些生口、馬這些是容易來往的 變成了一個貿易和文化交流容易發生的地方 就可以把那幾個古文明的發明、農作物等等 互相傳播 所以它就覺得這個中央歐亞就是一個中心 影響周邊的地區 如果從中國的角度來說 其實就是它會把很多東西傳到中國這裡 它前面這一部分主要講一些地理上的背景 那些地理是適合遊牧騎馬的生活形態 然後它會說 北中國和中亞的地理是相似的 我們今天看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圖 那就是… 不知道現在是叫什麼 像一隻山雞 還是怎樣 例如說民國的時候是海棠葉 然後沒有了內外蒙 當然內外蒙這個說法也是從中國的角度去說 總之沒有了這個 其實蒙古人可能叫做北蒙古 那你少了那一塊 套進去的時候 現在是否當作一隻雞呢 但是這個地圖正如我們第一課的時候看 其實這個是清朝的僵徒 其實就是因為清朝是一個遊牧民族建立的帝國 所以它是可以有… 除了是漢人傳統的地方 就是兩河流域以至南邊 就是長江、黃河中間和再黃南 除了這一部分 它有很多周邊的地區 這些其實是很多時候是遊牧民族主導的 其實漢人是拿不到的 那…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說的中國的疆土 如果是北邊的話 其實是一向漢人都是拿不到的 我們之前看過古代那些地圖 其實最多都是去到黃河 那再往北那些 其實就會是遊牧民族的區域了 所以如果你從一個大的格局去看的話 其實北中國和中亞的連接就會強的 因為地理是相似的 然後在這裡說到土耳其斯坦 或者是特缺斯坦 因為其實是Turkistan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特缺語 包括土耳其、哈薩克、吉爾吉斯等等 這些國家的語言其實是相似的 然後去到維吾爾其實也是相似的 所以有時候會叫這些地方叫特缺斯坦 或者土耳其斯坦 所以為什麼新疆獨立運動會有一個名字 就是東特缺斯坦運動 因為歷史上曾經短暫出現過這樣的國家 但是後來他們被蘇聯出賣給中國 所以其實由土耳其一直往東到維吾爾 其實這裡是有一個特缺語的區域 為什麼可以東西這麼遠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因為傳統上這些是由牧民族 可以方便往來的地區 所以這個區域就有這班人住在這裡 好,那接著呢 跟著那一頁也在介紹土耳其斯坦或特缺斯坦 然後63頁 其實就是一個這個時代的統治圖 因為你會看到不同的地區 有時屬於不同的權力中心 如果你看唐 我一直都很尷尬 因為如果用唐朝硬好像覺得是不對的 因為朝代這個系統 其實是以中國或漢人為出發點 但其實如果大唐不是以漢人為中心 如果你叫唐朝就好像不太適合 我們就叫大唐吧 中間最明顯是中國、朝鮮、徐唐 然後旁邊就是青海、西藏、蒙古、東土耳其、斯坦西、土耳其、斯坦西 你看到左邊的一堆 中間有一段時間都是屬於大唐 就是它最輕盛、勢力最大的時候 但之後屬於其他勢力 然後它說到龍木摺氧的地帶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在中國北部 那些土地是不太肥沃 所以其實就不太肥沃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游牧 就是給一些動物吃草 但它其實不是一條線劃分的 有些區域可能會有耕地 有些地方就會是游牧的地區 可能會有一點雙重疊 或者好像梳一樣 是一塊一塊 因為就算是那個緯度差不多 但也會有些地勢的不同 氣候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其實一個區域 是又有龍家、又有畜牧 所以在中國北部 其實很多地區都是會這樣的情況 可能有些地方種植物 或者有水源多一點 但有些可能只有草 其實長城就是這個地帶 其實就是龍家和遊牧分界的地方 但其實是膠窄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在歷史這麼久以來 其實都是一個爭奪的地方 因為當然雙方都會想 那個勢力範圍大一點 然後就是思路 思路這件事 其實就是… 你可以說自古以來存在嗎 這個概念只是十九世紀提出來 就是一個地理學家 叫做李希霍芬 叫做李希霍芬 他就是在這些地方研究 遊歷 他就覺得古代是… 他們是會東西貿易往來的 就是在歐亞大陸上 他覺得一個最標誌性的商品就是絲綢 這個確實是… 因為其實在古羅馬的時代 他們已經會很想要絲綢 當然你想像如果從東亞運到去羅馬 是會… 被人中間賺了很多錢 所以變成很貴重的東西 當然 東西貿易就不只是絲綢 但你可以想像是一些輕一點奢侈的東西 因為你如果運普通農作物 這樣就很不值得 當然短途可能會有一些比較便宜的農作物 但如果是長途的話 就一定會是一些很貴重很難得的物質 那就… 現在大陸都說一帶一路 它一帶一路的意思就是 有一條綠地的路和海路 這是… 歷史上都是… 其實很早已經有海路的貿易 就是… 由阿拉伯半島 經過印度 接著去到… 中國的東南部 這樣… 因為這個沿著岸行 就不是那麼高難度 以及跟季口風的話 就不需要自己有動力 這樣的時候 當然是船運便宜過陸地的運輸 就算去到今天也是的 那… 所以其實是有海路有綠路的 那… 那… 但當然啦 古代綠路也會繁盛的 因為… 因為… 做海路的可能沒有那麼多國家 因為… 在古代來說 這個就會是… 可能… 比較… 專門… 比較高難度的東西 那… 但綠路的話 它可能短程短程一程駁一程駁一程 那些東西總會賣到過去的 那… 那… 但是… 思路當然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 所以也會有很多討論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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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會甚至認為 那為什麼要叫思路呢 是不是真的有一條路呢 其實… 又不一定有的 只不過是那些城市之間有貿易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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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通常需要綠洲 因為綠洲才有足夠資源支持一大班人住 所以是綠洲之路 草原之路 還是海洋之路 當然可以全部都是 然後他強調其實思路不是一條線 而是一張網 因為其實是說很多城市的互相貿易 在歷史上你會聽到天山南路 天山北路 其實這裡起碼已經有幾條路在這裡 其實你可以看回七十三頁這裡的地圖就是意圖 你可以看到當時古代一些重要的貿易城市 他們之間互相做貿易的時候 其實就會結出一張網 就不只是一條線 但是當然如果從中國歷史的角度來說 可能就會主要看回由中國到中亞的部分 因為其他會是比較遠和比較少貿易 相對來說 他七十一頁這裡 他就有提到一些商品的例子 包括香料、毛皮、捲織物、金銀器、玻璃、藥品等等 這些就是比較值錢 值得去找得那麼遠 他這裡有提到宿特仁 大家應該也有看到那個紀錄片 宿特仁其實就是在這個貿易裡面 扮演很大很重要的角色 他們是會做得相對長程的 可能是由西安去到薩馬爾汗 這個已經是很長的 因為很多這些貿易可能只是做一站 但是宿特仁他們在那個年代 就是一個很重視貿易的族群 他們是會一家人分散住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去做貿易 其實會有點像猶太人的情況 他這裡提到張軒 中國歷史有時可能也是很吹大漢人做的事情 漢朝歷史就說張軒開拓這個思路 其實只是他走這條路 並不是說他去開拓這條路 但是有時會說說說說就越催越大 所以說到好像全靠他才開始有這條路 在這裡說思路貿易的本質 因為古代的交通成本比較昂貴的時候 主要是做一些貴重物品的貿易 相對後來到大航海時代的時候 就規模大很多 還有是你用海路運的話 就可以成本低一點 大量一點 開始是運很多原材料去加工 然後再賣去第二個地方 其實就接近現在全球化的情況 但是思路來說 就會是運一些貴重物品 它75頁後段又有一個商品的列項 都是覺得貴重物品 才會這麼辛苦去運 但是如果是短程的話 可能是做一些便宜的買賣也會有的 在這裡也提到 在思路上不只是貿易 亦有宗教的傳播 這個是在文獻那裡發現很多 因為譬如大家也聽過敦煌的洞窟 其實那些就是佛教的洞窟 那些人拿些錢來做壁畫、雕像 去供奉 讓自己做了一些好事 那就可以可能有些好報 這些文物是很多的 不止佛教也有其他宗教 所以可見這條路上 其實是會有很多文化宗教的交流 在這裡說到壁畫是很昂貴的 因為以前那些硬料不太容易得到 它是要拿相關的礦物作碎 然後去畫上去 所以其實那些硬料很昂貴 那些硬料 所以你想想那些壁畫畫這麼多牆 其實是很花錢的 當然就是因為那些人賺到錢 然後又想做一些好事 可以博到一些好的報應 所以有很多這些壁畫出現 在這裡又說到宿特的商人 其實這本書第二章是會更加詳細說的 不過我們就沒有選給你 但是你有興趣也可以找回這本書看 然後再討論這個思路史觀的論證 剛才也提到 其實思路這件事是很近代開始說的一個 term 就是想說古代的貿易其實就是東西去做 這個 term 就變得很 popular 然後它這裡也提到我們看那個紀錄片 NHK拍的思路系列 當時確實是很多人看的 其實你想像當時也是一個高難度的項目 因為其實是剛剛蘇聯和中國開始開放一些時候 他們就很想去這些地方考察 還有我們看的那個是廣東話配音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香港也有播 老一輩的朋友都會很深印象 對於這件事 這個思路史觀的論爭 其實有各種各樣的討論 例如哪一條線比較重要 或者哪一群人比較重要 等等等等 例如它這裡說 這個回惑的居民是否這麼重要 是否是商人還是農民 他們就有這個文書去證明 其實你也看到歷史是有很多爭議 因為證據總是不足夠 很多東西都消失了 所以我們只是偶爾找到一些證據 所以有個說法就是 其實你做歷史 其實你好像看著這個維納斯雕像 他沒有了兩隻手 你要想像那兩隻手出來 所以其實歷史絕對不是說 我就有個答案給你 其實不是的 因為很多資料都是不足夠的 我們都是推上的 然後如果你去到更宏觀 其實就更加是很容易吹水 當然了 你也可以逐點去思考去反駁 也不是胡說 因為當時找到一堆回惑的文書 所以可以去看看當時究竟是哪些人做什麼生意等等 這樣就變成了可以有一個證據 這樣就變成了可以有一個證據 然後這裡環境史的視點 那就是說 是綠洲之道還是草原之道呢 這個也算是一些比較少的爭論 然後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這一部分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比較宏觀的問題 究竟在歷史上它有多重要呢 它傳播了些什麼文化或者科技呢 這些就變成你要收集很多證據去討論 但是現在就變成農民 而不是商人為主 那 它這裡譬如提到有原裝的紀錄 即是它取西經的時候就說 農業和商業從事這兩方面的人是大概一半的 很喜歡做生意 既然它有這樣的說法的話 應該也是挺可靠的 所以可見當時這個宿特人 很多是會做生意的 好 接著就是時代區分的問題 為什麼要討論這個問題呢 你如果做一個國家的歷史 可能就沒有那麼需要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可能它中間很多朝代 或者一些皇帝的變譯 那你就跟這些說 誰死了然後到下一個 但是你做一個區域史 就不能夠這樣做 因為你要想一些其他宏觀的 或者一些社會發展 科技之類的事情去分時期 在這裏提到另一位學者 宇田亨提倡分 亞利安人時代 特缺人伊斯蘭時代 和近現代 但是這本書的作者 深江考夫就不認同 他就覺得 第二部分特缺人伊斯蘭時代 就太長了 確實也是 他在說九十世紀 至十八十九世紀 雖然到十八十九世紀 奧斯曼帝國仍然很大 奧斯曼帝國以今天土耳其為主體 然後在地中海的東岸、北非、東歐等 這些地方都曾經屬於奧斯曼帝國 曾經是很大勢力的 但是到了近代 因為科技的發展 是落後於西方的時候 落後於歐洲、西歐 其實已經是經常捱打的情況 所以把特缺人伊斯蘭時代 說到十八十九世紀 就似乎太遲了 所以作者質疑這裡 然後另外他提到 匯匯、維吾爾等 這些條例其實是很複雜的 因為在歷史上 他可能由一個區域 變成一個民族 或者族群的稱呼之旅 然後這班人其實又變化很大 因為曾經可能是信佛教 然後又變成了信伊斯蘭教 是一個很複雜的歷史 這部份其實都重要 因為你想想 現在有新疆的集中營 其實就是這裡的一些問題 我們作為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 其實應該要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好像都是我們的罪惡 等於德國人就算沒有做任何事情 在納粹德國之後 也是需要反省 所以我們都應該要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可能都是共犯 然後他就提出他的版本 他建議分八個階段 就是農業革命 第二次農業革命 車輛革命 第三次農業革命 馬戰車 鐵器 然後由木騎馬民族的登場 三千年前開始 即公元前一千年 然後中央歐亞型國家的優勢時代 然後是火藥革命 和海路帶來的全球化 然後是工業革命 和鐵道蒸汽船的登場 然後是汽車和飛機 就是一百年前 就是將人類的文明史 這樣去分 你看到他是看科技 因為科技會很影響整個社會形態 這裏有分為中世、近世、近代 以十世紀前後為界 之前是中世、之後是近世 然後到十六、十七世紀是近代 那這個分法 那這個分法 這類型的應用都要小心 等於英文 有說Modern Contemporary 通常是當代 Modern是現代 然後可能還有近代 你看書的時候都要小心 它是想怎樣用的呢 通常我們說Modern Contemporary 當代就是很接近現在 然後現代 可能近二百年都算現代 近代可能再寬鬆一點 可能三、四百年 你要看每一個作者是怎樣用的 大致的內容就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問或討論? 我會想說Modern 我會想說Modern